安裝方法也不複雜 最後我記得我這邊有裝過一個叫SAMP 的東西 所以這個東西的話 其實只要你安裝步驟沒錯的話 再來的話就setup之後 你就run這個SAMP control 然後如果你要run這個MySQL的話 只要start它 這個run起來 閃退 start 這可能要再check一下 理論上應該正常狀況 應該是APAGE可以run起來 那如果有問題的話 幾個可能性 我有講過說 要不就是說 裡面有裝 APAGE是web server 就是一個網站的伺服器 如果裡面也裝了一個 網站伺服器的話 可能像RIS 然後 如果有裝RIS變成說 它有重複的問題發生 那怎麼做呢 要不就是在這邊做那個系統管理員 把它那個找一下 把它管理一下 看看裡面有沒有裝IS 如果有的話呢 你就把它停止掉 這邊有沒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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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我這一台是有IS 叫做internet的那個什麼呢 其實就是一個web server 它等於跟APAGE是同樣的作用 如果你已經 它已經霸佔了 這個什麼web server的那個Po了 也把它佔去了 所以我要run APAGE就沒辦法 然後怎麼辦 很簡單 就是把它停掉就好了 OK 停止 OK 我這一台是這種狀況 剛剛有同學 可能也有可能是裝什麼防火牆 也把那個Po給關閉了 不給你用 那也有可能 所以我把它停用之後的話 接下來我再啟用它 OK 看一下 理論上應該就可以了 看到有沒有 run起來了 所以一個綠燈 兩個綠燈 表示我的 APAGE 我的那個 MySQL server就run起來了 再來我就設定什麼 它旁邊有個admin 這個admin就管理了 那我就把它點一下 那MySQL 你可以藉由 像DOS底下的文字模式來操作它 但我想一般人不會想要這樣做 一般人會想要用圖形化 所以在這個環境裡面 有幫你裝了一個東西 叫做PHP MyAdmin 利用它做什麼 它會給你一個Web的圖形化介面 來操作MySQL 也就是說它會給你一個圖形化介面 然後我記得這個我的密碼 我不知道有沒有改過 你看這一台 我好像ROOTS吧 密碼1234 有點太記得了 把它LOGIN進來一下 OK 有了 進來了 那我的MySQL就可以亂了 那我就可以做事情了 其實就這樣子 那你就看 你要在裡面建一個 譬如Pn2.5 我之前好像有列印 Pn2.5 然後把Pn2.5這邊 有沒有 這個就是我之前 利用什麼 利用下載那個 行政院環保署的Pn2.5資料 然後把它塞到裡面的結果 只要改 我講過兩個地方 你要 import Pn2.5資料 那個有點像Driver OK 然後再改第二行 底下的都一模一樣 底下都不用改 只要改上面那兩行 就OK了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這個 因為剛剛我同學 對這部分 比較有興趣 所以我就把這邊再說明一下 其實沒有很複雜 所以如果前面RUN的過程當中 有出現錯誤 可能大部分都是 要不就是我剛剛講的IIS 有沒有 我剛剛講的IIS 其實有時候在WINS反而麻煩 有時候習慣用WINS 你這邊跳WINS 後來就奇怪一個方法 我乾脆在右下子按右鍵 什麼東西就出來了 清單就出來了 不然我以前要找找半天 這邊有個電腦管理 從電腦管理裡面 就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 服務應用程式 那我這一台因為有啟動IIS 我把它停掉 OK可能之前有其他老師在上 也是網站架設的課程吧 有裝這個東西 要不然的話 另外一般電腦 說真的很少會裝這個 也很少啟動它 OK 我把它關掉 還好 這個troublemaker能力還OK 因為已經 經常在做這些事情 反正實際上工作遇到任何問題 你都要馬上知道說到底為什麼 不然的話只要有一個問題 可能你就卡一整天 什麼事都不用做了 OK就像說電腦壞 那個網路壞掉 像以前我們第一時間要馬上知道為什麼 趕快把它解決 不然整個公司都癱瘓了 一個公司沒有網路 能幹嘛 呵呵呵 對不對 所以 太重要了 所以一定要很強大的那個 後援能力 你自己要馬上可以做 做那種troublemaker shooting的動作 所以以前就變成練就了 所有的問題都要馬上要知道為什麼 不管是硬體還是軟體 還是什麼 都要去試這個 OK 好 接下來的話 那我們就把剛剛的Yahoo新聞 全部都檔下來 你可以看到 我把Yahoo新聞讓一下 基本上就是 這個print就不用了 就不用print list 裡面基本上它就把我們 網頁裡面的所有的 那一段原始碼幫我抓下來 但是我不是這些 我要它其中裡面的東西 那我就把那個list 分別 這個寫法是for each的寫法 就是把這個list裡面的每一個 應該是每一個A 我本來寫s 我本來就改成m4 這個list人for each 每一個A A這個物件裡面包含就是說裡面的文字 文字實際上就是裡面的title 其實就是我們這個網頁裡面按右鍵 直接叫按右鍵 按右鍵 然後檢查 實際上我就是抓什麼 抓這個東西 這個是.test 然後 get href 就這個 把它的超連結幫我抓下來 那這樣的方式的話 那我就執行它 理論上應該就OK了 剛剛是因為網路關係 所以現在應該就沒問題了 第一個的話 挪威 變中國 台灣提告 OK 反正就這樣 它會一直不斷update 所以以後的話 是不是如果你要抓這些資料的話 就利用同樣類似的方法 就可以把它抓下來 那接下來的話呢 如果我把它換一下 再來的話第三個 練習 基本上又比那個Yahoo的新聞 又再更複雜一點點 怎麼說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我們下面一個範例 就是ETtoday的新聞網 那這個ETtoday新聞網 它的結構又跟前面那個 那個list 就是YouTube 跟那個Yahoo又不太一樣 如果我今天希望抓什麼 抓這一塊 交點新聞 交點新聞這幾個幫我抓下來 那要怎麼抓呢 不過還有一個問題 因為你是抓人家的網頁 那人家的網頁如果改版的話 你也要跟著改 所以這也是主要麻煩 你不能說你不能改哦 你就一定要給我這樣子 永遠都不能改 怎麼可能對不對 所以我常常遇到 網頁改版怎麼辦 只好再改一下吧 所以以這一題來看 按右鍵 我們來看一下 檢查一下 比如說管中銘被判申切 等等這一串 然後呢 它的HREF不在這裡 那你會發現它結構又不一樣 哪裡不一樣 特別注意哦 它是放在哪裡呢 放在這個DIV的底下 OK 這個 這個DIV 是一個那個什麼呢 等於是一個 一個排版的 一個板塊 那這一塊的Clarus名稱叫Book 假設Box1好了 如果我今天希望把裡面的東西抓下來 該怎麼抓 這個相對又比較麻煩 我要把什麼 把這個裡面的字 跟後面的超連結 抓下來 但是它是放在哪裡 放在H2 H2底下 也OK 可是問題來了 它沒有Class 有沒有 所以沒有Class怎麼辦 如果在一個網頁裡面沒有Class 那我們可以換一種方式抓 什麼方式呢 你可以一層 有點像一個網頁 假如它這個網頁本來 資料這麼多 那我可以怎麼樣 我可以先抓到什麼呢 這個網頁 因為DIV它是某一塊 就是一個某一個板塊 那我可以怎麼樣 我先把DIV這個板塊先抓到 然後再抓它裡面的所有的 這些東西 再慢慢縮小範圍 那就是我要的 即便它裡面沒有Class 那我一樣可以抓到我要的東西 抽絲剝繭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 所以現在網路通了 請各位先試著把那個Yahoo的新聞 資料可以先抓抓看 第二個的話呢 再試試看 因為我們又要再找其他難題了 其他難題就是說 剛剛的這個Yahoo網頁 還是算是簡單的 但是如果像ET today 它有個問題 它沒有Class 那如果沒有Class的話 怎麼辦 你A 那後面呢 後面沒有Class名稱 所以換另外一個方式 你可以先抓那一塊DIV 再把這個DIV裡面的所有的什麼呢 它的超齡也抓出來 其實也一樣可以 OK 要怎麼做 待會再來看